当时公司是怎么跟你商量这一步说我们要在中国给你成立一个工作室 首先是这个东西是我提出来的 然后我希望就是能够多多回国看看歌迷朋友们 也可以多多回国活动 然后也可以多多过来学习 并且还可以看我的家人 这样是我一个觉得比较好的状态 而且我希望的就是我们能够本土化一些 因为我毕竟是虽然我在韩国出道 那边给了我出道的机会 给了我成长的空间 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我也希望我能够得到中国的大众的认可 所以你这个公司提了这个 我觉得其实你要跟公司谈判 其实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心理建设 你才会迈出那一步对不对 你有没有挣扎很久 然后失眠好几天 其实我说实话 当我说出这个我想去谈的时候 所有我的家人都是不相信 觉得这是一个有点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像你会做的事情 对但是我因为公司它那边可能也是有这个意向 然后在我在谈的过程中 因为我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那么跟公司谈的话 公司就一拍即合 达成了共识就 就一拍即合 没有中间经历任何的 有一些时间嘛 就时间可能比较稍微 也不是那么快 也不是那么慢 对 然后就 其实算是比较顺利的 对 算是比较顺利的 所以你开心不开心 当公司拍板说 OK 你可以回去做这个工作室的时候 开心期待家 怕怕的 怕怕的 就说完之后 怕怕的 因为自己对于这个工作室 也确实没有一个 没有底 心里还是没有底的 因为我是 这是第一个人 这样做一个这样的工作室 所以期待 又怕受伤害 我也怕 就不说怕 怕受伤害吧 就是怕做不好 怕给那些 给我相信的人 对我好的人 让他们失望 但是我觉得迈出这一步很重要 然后接下来就是 见招拆招了 就你遇到什么问题 你就再去处理就好了 所以当时你这边工作室成立的时候 团员们有没有很惊讶 说 哇 怎么这么好 在中国可以有一个 我的团员 团员们非常的支持我 嗯 他们都有哪些实质性的表现吗 哥哥加油 有含有语 说就是 坏听 我在谈之前 我是有跟每一位成员都交流过 单独的 每一个成员 他们都很支持你 成立了内地个人工作室以后 粉丝都很关心 工作室的招聘计划 张老板有没有想过 要招一些自己的粉丝 去干活呢 这个 是很有趣的问题 首先看到那个 我们的工作室的那个 微博 下面的那些粉丝的评论 我觉得是在逛人才市场 每个人都把自己就是很擅长的一面 自己的才华给展现出来 当然在我 因为我很多的去读粉丝写给我的信嘛 其实每一位粉丝都非常有才华 但我希望如果找粉丝 能够跟粉丝一起共事 那当然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但是我更加希望做一个就是公平的 不能因为你是我的歌迷 就对你待遇好一点 我希望做一个公平的 像您说的总裁 总裁 你看总裁这个范儿已经拿出来了 现在非常理性招人 非常理性的要招人 但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很有趣的 他们投过来的简历啊 或者他们发过来的一些 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 特别好玩的 就是他们给我自己 就是真的像投简历一样 我的年纪是多少 我是什么性别 我多少岁 我在哪个地方 我能擅长什么 真的就是看到都觉得特别 特别 那还有很多应该是学生吧 我看那个感觉 对啊对啊对 但是学生他说那我会画画 我可以帮你还可以帮你策划 帮你做宣传之类的 还有你找不找会计啊 诸如此类的 连会计都想到了 而且他们好像很多都说 自愿都免费的要给你干活 还是有很多现实派 就是我是要工资的 直接就提出来了 好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很可爱 但是大家公平竞争了 对不对 就能为泪出一份力 也是这个非常光荣的 这种拆到带你来 这样在想念 远方以为你哪个难 你朝朝 陷入我嘴唇 谢谢你魂 That's wasting girl Don't wait Don't wait too long 我还有不休妈妈 需要你想念着爸爸 Oh baby baby Come in Oh baby Come in Woo 早晨福利下 哇 厉害厉害厉害